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行行行 你说的都是老酒令 我提咱们说回新酒令 什么新酒令 就是把酒一端起来 你提问题 我提问题 你问我大 我问你大 所提的问题都要围绕着天津市的历史文化建设和发展 如果说谁要搭不上来就围书喝酒行呢 怎么着 他是这么回事 李老师 他您提出的新酒令 要谈谈谈天津的变化 这个提议非常好 好吧 我高兴 不过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大家都知道 我离开天津多年了 说实在对咱们天津变化 心里没底 没关系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找一帮忙 找谁帮忙 李博祥 李老师 他是天津长大的 天津鸡嘎嘎嘎嘎的事 他没有不知道的 哪儿坚果餐的好 哪儿老豆给的多 甚至买鸡蛋 哪儿有双黄的 他都了解 哦 李老师就这么会过日子 怎么样 哦 怎么样 是 您这么一说 我明白 李老师呢 就构成一个专家水平了 那当然了 哎呦 卉老师 李老师这么大学外 我把他请下来 我们两个人算一波 跟您这儿搞这个 不大公平 你这儿还挺爱说纸饼的 没关系 大家一高兴一乐 我们是玩嘛 就为了一乐一乐 一玩一高兴 我们就不好意思了 没问题 没问题 李老师 李老师 哎 李老师 来来来 哦 李老师 李老师 来来来来 李老师 挺好啊 挺好 怎么回见 哎 哪儿吃 哪 哪儿吃 不是 那个哪儿吃先不忙 我先搬眼镜喝起来 别走啊 哦 哦 怎么着 哎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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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您这怎么回事 您这儿 我笑你 爱开玩笑 李老师 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把您请上来啊 是您帮助我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方才卫老师说了 卫老师说了 今天是京本起会开幕式 好 提议要喝点酒 对 当然我高兴啊 嗯 可是他提出来的酒宪宴前 要划全行令 跟着划呀 不不 他这个酒令叫新酒令 那你得问清楚了 什么叫新酒令 所谓新酒令啊 就是我们两个人 一问一搭 一问一搭 互相出题 哦 所搭的问题都围绕着我们天津的建设发展 好 历史文化 对 在这方面 我年轻说实在的心里没根 天使 所以请您上来 能给我帮个忙吗 你叫我帮忙 行吗 当参谋 当副位 啊 裴员 你算找对人了 是啊 我李博祥在天津好几十年 人家送我一外号叫天津通 天津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都知道 你说是现在的天津 过去的天津 过去的老天津位 有这么几句话 提起咱们天津位 酒喝下哨天津位 三道夫桥两道关 南门外的海光寺 北门外的北的关 西门外的叫军场 东门外的是延滩 古楼修的正宫件 黄牌电车上海关 你说天津的政治经济 就教育文化各个方面 等等等等 没有我不知道 天津有多少万人口 多少男子 多少女子 多少老子 多少少 多少老头 多少小孩 多少长胡子 多少没胡子 天津的照这胡同在什么地方 留这个胡同在什么位置 跟你这么做培养同志 照这胡同的耗子 比留这胡同的耗子 多几根胡子 我都知道 哎呀 哎呀太好了 您学问真大 就这么大本事 喂老师 哎呀两位 不是他要跟咱俩比较吗 是啊 他要倒霉 怎么 他一个人是死的 咱俩人是活的 对 记住了兄弟 他一个人 闹不过咱俩人 行了 这么说您同意给我帮忙了 就是啊 就把心理科就有底了 当然 哈哈哈哈 贝老师 怎么人 您的主意出得真好 哈哈哈哈 您请李老师给我帮忙 那您算找倒霉了 哦 您听李老师多学的 就刚才那个 就这一子对啊 说实在的 人学问太大了 人同意给我帮忙 咱就开始搞这游戏吧 好 可以帮忙 那咱们谁先提问题 过来 他说啥 他问谁先提问题 老弟 叫他先问 为什么 你怎么不聪明啊 叫他先问 明日是给他来个便宜 叫他先说 先问 实际上是咱们占他的小便宜 告诉你个保密的 他只要一先提出来 那这个样子不就出来了 咱就照猫画虎 照着葫芦画瓢 顺杆啪又省事 我告诉你 这可是秘密的事情 你可不许说出去 不许说出去 我怎么就请您帮忙啊 大学问 这样是老的 够松板长 了不得 喂老师 我们研究好了 要给你点小便宜 什么小便宜 让您先问 您知道为什么 要您先问吗 为什么 因为这里头 您要一问 就等于给我们 做出样子来了 我们然后照胡的话 不要照光话 我这是 我怎么全说出来的 不是我的嘴快 你怎么怎么笨呢 反正你不帮我们 怎么研究的 咱们就开始游戏吧 开始游戏了 怎么样 那就是我先提问题 上酒 我还带着酒呢 酒 二锅头啊 是什么 不是 这就是酒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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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酒 已经真满了 一碰就撒 是一吨就流 李老师 他说这就是酒 这就是酒啊 那问问他 这这这东酒 怎么个喝法啊 对呀 这样的酒 我们怎么喝法呢 拿脑袋喝呀 哦 他说拿脑袋喝 这我就不明白了 哪点不明白 都是拿嘴喝酒 拿脑袋怎么喝呀 是啊 我们不明白 你拿脑袋怎么喝呢 你不明白呀 不明白呀 瞧这 就这么喝 他说就这么喝 这下我懂了 但是我还有个不明白的地方 这不是一问一答吗 比方说 他要问咱 咱要答不上来 怎么办 您等会 我们还要问问 您说 比如说一问一答 您提出问题来 我没答上来 这怎么说呢 这就为乱令 乱令怎么讲呢 罚酒三杯 他说了 如果搭不上来 那就乱令得罚酒三杯 怎么个罚粉呢 是啊 怎么个罚粉呢 怎么罚粉呢 不明白呀 一二三 看见了吗 就这么罚 他说就这么罚 这点我看清楚了 不过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比方说 咱们看了 可巧 他搭上来了 这怎么办 您等会 我们还得问问您 比如说我们提问题 可巧您搭上来了 这怎么办 可喜可贺 敬酒三杯 他说那叫可喜可贺 得敬酒三杯 我不明白 那怎么个敬法呢 对呀 你怎么个敬法呢 他就 这样敬 他说就这么敬 这点我懂了 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我明白了 你怎么明白 这哪没说我对付七杯了 李老师 您不明白 一点点就明白了 有话先得问清楚了 兄弟这叫先礼后兵 少跟他交响 懂不懂了 明白明白了 都问好了 好 魏老师 游戏规则我们搞清楚了 九面上来了 对 咱就开始进行 那我可就要提问了 您先提问 今年天津市上上下下都在总结回顾三五八十 对 请问这个三五八十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好 您等 李老师 问下来了 他这问题提的太大 什么问题 他说现在咱们天津从上到下都在总结回顾三五八十 他要问问三五八十具体 内容是什么 这怎么回答 你告诉他先 我没法答呀 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 问您呢 问我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过去不知道 现在我知道了 您别吓唬我 对了 我不知道 我能教大学吗 对啊 他问什么 就三五八十 三五八十 我马上就回答你不加思索脱索而出 我知道的事情多 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没有我不知道的 他问什么 三五八十 三五八十 我得告诉你 你不知道 我要告诉你 你就知道了 你就明白了 冬开了毛泽了 我如果说是简简单单的告诉你 你道理吃不透 那怎么办呢 我就得深入浅出的 细致的给你讲一讲 什么叫三五八十 不许听着 这个三五八十 咱们举个例子 先说打过去说吧 过去 咱们从历史上说 过去呢 就是从前 当然从前过去 过去就是从前 过去从前呢 着笔果然 似乎累乎 无虚乎麻麻糊糊糊 否则然而无所谓 大个齐 那是当然的了 不过我们举个例子 好像是想当初到现在 所以然而况且 无所谓 说了半天 闹了归棋 归了包 所以总的来说 陪远我这话 你都明白了吗 我更糊涂了 这么详细 还不明白 你说那大堆 没句整话 我能明白吗 他 他 他人家问 三五八十 你一样一样的 你先说说三 三 也就是我这么大 是是是 天津卫的三 三 天津卫有三宗宝 五楼炮台零当宝 这就是三 哦 这就是三 那么五呢 五大道 五大道 马场道 大理道 木南道 长得道 重庆道 对对对 五大道 好 那么您再说说八 兄弟 别忘了过去的历史啊 想当年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 也打到天井来了 哦 这就是八 那么十呢 哎呀 你怎么这么外行啊 河北大街有一个最著名的地方 三条十啊 谢谢您 太好了 魏老师 这问题我们会回答呢 哦 你说的三八十啊 你听李老师刚才 东东东给你打他 三十是多么样的儒雅 我们实力是多么清丑 尤其是三条十 那板朝是满足了此事 你服不服啊 我送你们二位天津的一句美言 我们俩是 一对傻貌 啊 怎么穿傻貌 别这么表扬 什么呢 十八糟的 我们回答的问题啊 回答什么呢 我算我吧 首先说的回答的是文不对题啊 文不对题 尤其最后的一字是十啊 十 他说的三条是什么十啊 那十头的十啊 我们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啊 这对吗这个 哦这是回答的不对 不对啊 我们这算什么呢 乱令算乱令 罚九三令 咱们等会儿列了事儿 他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个文不对题 哦 尤其那十 您说的是十头的十 不能接触他 那是八九十的十 这说他乱令了 谁说他乱令 他说他乱令了 他说他乱令 他说他乱令了 我们就乱了 你咋怎么办 啊对 我们俩乱了 你咋怎么办啊 乱了就得罚九三杯 他说得罚九三杯 罚九三 罚他就干嘛 哦对对对 我得罚你 你罚谁啊 罚他 你过吗 这你那跟他拜着拜着 你这个人那么大帅 你不讲理啊 就是啊 你不说罚九三杯吧 不对啊 我们罚你为什么啊 你没大声来啊 我提那么提 你没大声来 这就没乱令 得罚你们的 哦 我们没搭上来 算我们乱令 啊 这个酒得罚我们三杯 罚你们的 那么待会你要搭不上来呢 那罚我呀 嗯 那么这回谁喝酒啊 你不喝 这回我不喝 啊 小意思 嘿嘿 哎呦啊 喝去喝 哎不是 不是 李老师您过来 咱们跟他矫情漫天 咱们喝 你外行啊 你这个要不喝 待会他搭不上来 他也不喝 他跟咱叫醒 胜利属于咱俩人的 现在咱也把他后路给他堵住了 叫他后面没话说 想喝去 哎呦您这是一计 哎 吃小婚占大便宜 老奴深算 明白了 你走开吧 在这说他一个人 那 他一个人是死的 是咱俩人是活的 对对对对 他呀 都不过咱俩人 这点我明确的一样 哈哈哈哈 多少个人 邓老师 您 伐八 伐九三杯 嗯 各位 咱玩什么都玩得这么规矩 对 很 好 您问完了 我们没搭上来 您等着吧 嗯 该我们问你了 李老师 您动动脑筋 该咱问他了 您这提案的想办法搭不上来 让他喝酒 咱问他了 问他 叫他盯着喝酒吧 您出庭 我告诉你问他先 严肃点 干好了 这么问他 咱们 现在 我们天津市 上上下下 都在总结 回顾着 三五八十 问问他 三五八十的具体内容 是什么 说的 怎么要问 问回去了 不是 您这什么提出的 哎呀 李老师 怎么了 这个提是他出的 咱再问回去 不等往他嘴里送 下回不给你当参谋 怎么了 你一点水平都没 我怎么又没理解您呢 就叫以其人之道 再至其人之身 他不是问咱 他说咱搭不上来 就他那模样能搭上来 我看他不学无术 他不一定搭得上来 您看出来了 我有本事 他刚才是梦的 他也不会搭 我这俩眼会看人 咱就反问他 打不上来 咱行了 明白了 白老师 我们这两题 您听好聊 现在我们天津从上脏下都总结回顾三五八十 请问 三五八十是什么内容 三五八十 这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他浓缩了天津近十年来的发展和变化 好 三五八十是市委市政府一个大手笔大举措 具体来说从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七年三年国民经济翻上两番 五至七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成片尾漏平房的改造 欧洲是五 他用八年的时间对国有大众企业进行了改价 嫁接调整还有改造 那么十呢 十啊就用十年的时间基本建成了平海新区 并且已经前前一年就完成任务 我大大对不对啊 他说的对啊 哦 既然大家这么说对鼓掌 这可可喜可喝了 哦 可喜可喝 可喜可喝 敬酒三杯 他说得敬酒三杯啊 敬酒三杯 敬酒三杯 别走别走别走不是你 别走别走 他又不让敬这个 我说你这个同志是有点不讲理 谁不讲理 刚才罚你不让罚 这会敬你嘛 你又不让敬 不对啊 这个题是我搭上来的 应该敬你呢 哦 这回你搭上来的敬酒又能敬我们三杯 对 我不喝 那么待会我们要搭什么来呢 你敬我呀 你在喝 我喝呀 那么这回该谁喝呀 你不喝呀 这回该我们喝 可以 谁啊 喝酒 啊 不是你等会吧 林老师啊 咱怎么又喝呀 这次你要不喝 待会敬他酒 他也不喝呀 刚才堵了一条路 这回再堵他一条路 只要他连胡吐都没有 就都问不住 胜利都在后头呢 这么说这杯酒咱得喝 有我在 他一人是死的 咱俩人是活的 嗯 放心 他一人啊 闹不过咱俩人 那你喝去 喝 威老师 那我们就喝吧 可喜可喝 敬酒三杯 怎么样 嗯 这酒喝到这一份的 你感觉怎么样 嗯 酒是不错 嗯 就是有点上头 嗯 原来人家 我叫大头 现在我感觉我那脑子像气球 嗯 您要充气 清气充的还不错呢 你接着往下问 干啥问 接着来 接着问了 嗯 我可要接才问了 今年天津市造福百姓的民心工程指的是哪一项 你怎么看 他又提个问题 说什么呢 他说今年咱们天津市造福百姓民心工程指的是哪一项 你刚才那道题好回合大得多 是啊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算算 造福百姓 造福百姓 民心工程 马上回答他 怎么回答他 顾名思义 造福啊 就是给人民创造幸福 对 这个百姓呢 就是 群众 群众就是百姓 对对对 民心工程这个民心呢 就是大伙的心愿 工程呢 工程就是指我们天津有这么一项好大的工程 呵 这就说得好 这就叫造福百姓民心工程 我回答他 你听见没有啊 你提的问题是这么回答 你提的问题是这么回答 造福就是谋幸福 什么来说 百姓又纯重 怎么改了乱观呢 罚酒三杯 不 他说罚酒三杯 罚酒三杯 那就喝了去吧 什么 喝 还喝什么喝完了 都完了 你回答的不对 怎么不对 他说咱们又乱令的满头醉 满不对 满不对喝去啊 喝什么喝呀 咱该问他吧 还得问他 你过来 你过来 这回咱还反问他 你一定动动脑筋 让他搭不上来 想办法了 咱问他 这个造福百姓民心工程 具体任务是什么 他也搭不上 还是反问他 他准搭不上来吗 搭不上来 真要搭不上来 我喊您去李老师 他一直是死的 对对对 咱俩是活的 行了我明白了 文老师 刚才我们算没搭上来 怎么着 但是我们怀疑您也搭不上来 您说的这么热呢 您说的造福百姓民心工程 对 说出来哪一厢 改造老成乡 怎么样 你说改造老成乡 这一句还真有点门 我问问他 这回您问他 我问他问住了 问住是 你给大伙发电话 你先别论 你说 老成乡 我一问你 你就搭不上来 你说 面积多大 六十万平方米 老成乡多人口 七万八千七百人 这七万八千多人 师傅人一个人平均都住在四平方米以下 对吗 对 老成乡的人有三难 就是说他们喝水难 对 出入难 上趟厕所 更难 没错 我问你这个 对吗 另外这个 嗯 有152户特空户 嗯 听说他们一分钱都没花 嗯 就给他们住了爱心法了 这就是造福百姓的迷信工程 这些都对吗 都对 没错 我怎么问不住他 嗯 刘老师 您再给他续两句他回答的还好 您是哪一头的 啊 你这是这是问题吗各位 那这就是对吗 为什么对吗 什么对 咱俩一头 你哪一头 你哪一头 咱俩一头 咱俩一头 你怎么替他说 我都不留神了我自个儿的学问他就溜达出来了 哦您溜达出来了 您往这边溜达溜达 你也替我说说 你放心别着急 他一个人是死的 咱俩人是活的 你放心他一个人啊 闹不过咱俩人去 我感觉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 我这才醒过串的啊各位 他俩是师兄弟啊各位 你说是不是 我这什么忙忙的干啥 我告诉你 观众都鼓掌了李老师 李老师 如果不忘叫您去李老师 今天同志各位 您也替我露回脸 露回脸 他不没搭上来吗 没搭上来 您再给他出个题 你也把他拦住咯 这回让他喝一回 我就喊上李老师 行 你出个题 把他拦住咯 现在实景 就是景观的 我问我这新实景具体是什么 他如果搭不上来 罚子球 这题不好搭吗 太不好搭 对了新实景 喂老师 听李老师给你出个问题吗 怎么着 我们天井新实景 你给我搭上来 这个新实景啊 哪新实景 这都一个师傅教的 也会认啊 你不知道 这个新实景是刚刚确定下来的 老百姓还不太熟悉呢 我怕说不准了 你别拉脱关了 什么老百姓不熟悉啊 什么刚刚确定的 你不熟悉 你不熟悉就为你不熟悉 告诉你这条李老师就知道 是吗 对 李老师 喝下 什么都喝下 说顺怎么是吧 我到底喝下 告诉你他没搭上来 就应该罚他酒了吧 为了让他罚他打心服口服 对 今天你还得卖卖力气 告诉他新实景是哪些个 让他彻底认输 这十个警官 咱得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您能说 让他喝酒喝个明白心口口服 对 说得上来 如果我说错了的话 大家知道我 如果我说对的话 您鼓鼓掌 咱也叫老位喝三杯啊 对 新实景 新实景 有和平路金街 有 这是一个吧 有五大道 对 另外有古楼商贸区 平京战役纪念馆 千德庄危改小区 太风公园 杨柳青景区 天井博物馆 武和 另外还有一个 中尚游古界保护区 怎么样了 这边 哎呀 太棒了 可惜可贺 敬你三杯 这回我信他 您正常 来 别看你这么聪明 这回啊 喝不了 喝酒 我喝 我喝 喝几杯 三杯啊 我不能喝三杯 怎么办 我只能喝两杯 为什么 你这刚才 都撒了一杯 他这人嚼嚼 嗯 他喝两杯 那是啊 两杯你也得喝 嘿嘿 两杯不能喝 什么 我喝一杯 他说他喝一杯 你躲着 我明明过来了 我告你 嘿 一杯呀 哈哈哈哈 一杯你也得喝 对 一杯你也得喝 一杯我怎么喝 我刚才怎么喝的 你就得怎么喝 那当然了 当然了 你怎么喝的呢 我刚才就是这么喝的 嘿嘿 一杯我也不喝了 什么 你替我喝了 啊 哈哈哈哈 您来一杯吧 啊 李老师 来点福根吧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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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